科技巨子马斯克收购推特 还出任首席执行员后 又是新政策又是大裁员 负面新闻不曾断过 是的 他去年底就说 会把首席执行员的位子 交给其他人 但从来没有提出具体时程 现在终于透露 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就会交棒 马斯克去年12月在推特 发布了民意调查询问网民 他是不是应该辞职 结果大多数的参与者 都投下了赞成票 当时马斯克就说 只要找到足够愚蠢的人 接受这份工作 他就会离开 马斯克今天用连线方式 参加在阿联酋迪拜 举办的世界政府峰会 表示社交媒体 应该遵守不同国家的法律 但推特在经营业务的方式上 强加了三番式和伯克利的价值观 他形容这是小众意识形态 而他认为推特在这方面 做得有点多了 所以他收购推特 试图纠正这个情况 惹作为翘